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十四岁的时候 不过人家开房公路是车辆 别人都没有人敢上去 我为了四百五十块我就上去那个上面 好危险喔 过那个路 太危险了 不过我现在不敢讲 讲的时候我心里会很难过 太鲁阁到大伊林走一个礼拜的路 要走的话 踩没有踩好掉下去就找不到尸体 到最后走过去的时候 哎呀 我讲老天爷 我感谢你 我们已经平安过来了 就跟那个时候才开始哭了 农质为了生活在做工作 我为了要去赚钱 不怕了 现在也不需要难过 现在很好 生活 所以说煮得有吃得饱 就可以了吧 这就是太鲁阁门 东西黄共公路 这边开始是从这边开过去 那边是从埔里那边开过来 到河翻山那边就一起通 一起打通 就一起碰面 那时候玩笑容的时候 就是回家走路 去到大伊林一个礼拜 在路上停停住一下 吃的东西住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又开始整理东西又走 当塞海冠公路 塞面对台中当时开始 当平到花莲泰陆区 只要路上有1992公里长 他们说是台湾公路书上 最偉大的一大记忆 年轻年时 也参加这条公路 开了大队的青梁座 经过这么多年 等到以前走过的地方 又有很多工程 那边的人刚刚通 路多通 泰陆国的路多通 这你才有你呢 这都熟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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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熟细做通工 熟细 吃到台湾公 真的假 你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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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八十二 你几年就来 对 14年 你14年就来 我刚刚去到那间的工廊 把这些工廊 使三钧 做路以前就是要用路程 这都是阿姆土用的路 你有看到吗 稍等你 我跟你讲 你稍等 稍等 稍等 從這裡過橋 你下去看 那幾多人都有名字 你去看 沒關係 去感謝一下 快去看 你如果沒過去看 你就沒菜 我們以前就是要去大魚林 有的地方就是要走這個路 做這樣的 打便角 木頭做的 這很困難 翻山葉林 我們階段的路都是這樣子 這樣做 你看人都用筍子綁起來 你看到沒有 這人都是吊起來的 它就打洞 打好以後 它就安裝那個火線 安裝進去 結果那個線就拉了很長下來 它才可以點 你炸藥 買幾個炸藥都要算 要算得很清楚 你要記到 有的稀里糊塗 有的沒有爆炸 你人就走過來 它在炸 一炸就完了 整個洪光公路是這些種山 就打下來 就這樣過了這個隧道 過了這個路 打洞的時候 就把炸藥買進去 人就跑掉了 炸過以後再來 都是這樣 有沒有很辛苦 戰爭沒有死 來這裡炸死 炸災海冠公路 經過的地方 很多古山傳領 要人來黑 跟伯爪担這些人開樓 所以很多人最忙 林浩浩的爸爸 就是其中一位 因為黑山不幸往生的人 為了紀念這些維台的開樓者 政府特別受見 長春池 讓後來的人對此感恩 老婆 我是阿婆 來看你喔 你安心啦 這樣很多人在拜你 我們有親民姐夫鄉也會來看你 孫子也會來看你 這關名字就是在這裡做工犧牲的人 在這裡做工序犧牲的人 在這裡這麼多人 就是在這裡犧牲的人 最起碼400多個人 有多沒有少 在這邊 爸爸的名字就是這個 他那名字很好記 石頭的石 我爸爸就是在這裡開路往生的 爆炸以後 不是那個上面還有石頭沒有下來嗎 他就用鋼筋再給它搓 人站在那邊 那個石頭掉下來就把它壓 一千公斤的那個石頭把它壓下去 他這個肉骨通通斷掉了 剪骨頭的時候 三年以後我們剪骨頭才知道 他那個肉骨都壓斷了 死的時候我沒有來送 我在大雨林 心痛苦怎麼辦 痛苦也沒辦法 就是要等到過年了 可以回來 有很多人跟我們一起下來 這樣才可以 林阿浩在花蓮出時 爸爸會去參加開路工廳 是因為當時 他當補的工做機會沒有這個 為了賺錢 只好不怕工庫去做這項危險的事 林阿浩還會在小時候 但當時家裡很散 經常幾天 只有賺錢跟菜脯當家 這是地瓜 這是蘿蔔乾 這是我以前住的房子 我們家裡的小孩 八個、十嬤、三個、十嬤有撤撤 十嬤都沒有撤撤 像我們一個爺爺的爺爺 有撤日本撤撤 七個、十嬤本人 八個、我沒有本人 我也是要本人 我早去藏 我早去林鄉腳藏 一天沒吃飯 我小時候沒東西好吃 吃韓籽 大菜補去做工作 我小的時候都是吃地瓜的 長大的 我生的 我十二歲我生的 大條的拿去賣 洗條子 老的自己吃 不然我幾十年 看到韓籽就不敢去買了 來蓋台北出土 他說人家那些 虱外賣的湯 葉莓湯 這麼好聽 那是什麼東西 不要吃過 買一個來吃看看 湯匙因為說 可憐了 搞出來 在華蓮這邊 台東這邊 就在吃韓籽 吃到這樣 就要瘀嘴了 又來到台北說 人家在賣韓籽 人家給那個名字 這樣好聽 說 香出來也是韓籽湯 應該的人說 吃韓籽 救人 不認證 應該的我們是 都吃韓籽大 不過 都會想到那些辛苦 為什麼要怎麼吃韓籽 就說 我們都沒有在紀念 說韓籽的好處 也在講種地瓜 在那個地方種地瓜 在把地瓜炒的時候 我還會哭 講為什麼人家 別人都還去讀書 我都不能去讀書 就在家裡 在這裡拔地瓜炒 就是感覺說 我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家庭 這麼多的小孩子 沒有辦法練書 到最後的時候 長大了 懂事 我就講 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很成功 過得生活好一點點 不要煩惱 這樣 再苦的工作我就去做 雖然參加 開樓的工作很一樣 但是這樣 牽出了林阿浩的營煙帥 一直在19歲的時候 實在了先生 九翁一年之後就結婚了 在監工站煮飯的時候 跟他認識的 他是在那邊 管他們那個工輪的先生 他就會 他們都是住在那個下面都會認識 大家都一白天都會打招呼 就這樣認識了 就到現在 他怕我欺負他 他趕快跑 跑了五年多了 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 就住在樓哨 他房間公務結束了 我們就在樓哨那邊開方 開地 種李樹 種桃樹 種地瓜 就是想到那個去化出來 種南瓜 種那個 就是虎手瓜 養豬這樣 這來啊 這是切開這樣給人看 就賣給他一個十塊 靠那個阿伯的薪水 一個月四百塊 養三個孩子 一家人五口要吃喔 那時候我很辛苦 又開地 又去砍草 到最後就買小豬來養 一年賣一批的豬這樣 一旧六空年 懷冠公路正是通車之後 林阿浩到山西 搬到六十個大樓來 後來為了小孩的狗友 還搬回來到花蓮市 五年前山西打白翁生之後 林阿浩就開始坐人大 我自己會煮啊 會做啊 做饅頭做麵啊 做麵給打啊 做麵片做鍋貼 做蔥油餅都會 我先生最很喜歡吃啊 他很多朋友都來我家裡吃 小孩子都在吃麵長大的 誠 大家好 阿浩 你準備 uy 喂 親妹 妳今天不是在上課嗎 我是啊 我等一下還要回去上課 妳的時候我們再回去看妳喔 好 好啊 要幾號回來 對啊 我們還不曉得呢 還沒有決定 我們大概要出席的前一天吧 妳們要像弟弟一樣 要一大早就出門 不要弄到慢慢磨 磨到很晚再回來 我們出席的晚上 如果那個人家很好的話 我們也會這樣 一個兒子 兩個女兒 三個都在台北 他叫我去台北住 我住不慣 他們房間都有給我留到房間 我去房間 我的每一家都有衣服在那邊 我也不帶衣服啊 人去就好了 在那邊沒有事啊 他們去上班 去上課 我一個人光看牆壁 就在那邊住了 好像關起來一樣 好像在監獄一樣 來這裡我摩托車一起就跑出去 去做事啦 這個是大女兒 大女婿 這個是兒子 小的 媳婦 這個是老二 老二先生 三個孩子 八個孫子 我是獨居老人啊 現在往生啊 五年啊 你講要難過也難過 沒有辦法難過啊 難過他也不回來啊 是不是 就想開就好了嘛 這個人生就是 就是生生死死嘛 就這樣啊 想開就好 不要給他鑽牛角尖就很痛苦啦 要想要快樂一點嘛 找我們愛做的 所以他就是每一個人 林阿侯很炼енные 做的一位快樂的老人 把自己的日子 怨懶與態無scene equitable 結束 他每天一定堅持要做一件事 就一天一天就到寬佈沾掃頭下 往下七點多就有人最早兩三個就會來 大部分的都是八點以後 去葉子很多我就要早一點來 去葉子假設今天晚上沒有發風 去葉子比較少 我就晚一點 六點半就來 不然等一下人家摩托車 汽車放上去 我就沒有辦法掃了 我假設夏天這個時間來少不會那麼熱 冬天這個時間是很冷 受不了 人家還在睡覺 早炸 我會追樹葉子 假設一面在刮風 樹葉子我掃到那邊 它吹這邊 掃那邊 吹那邊 假設很多樹葉子 我一天要差不多三個多小時 從這裡到裡面 就燒得很高興 整整齊齊的 人家點一下來的時候一看到 到處都那麼乾淨 我假設在花蓮 我每一天都來 沒有缺 沒有缺客 這是老婆也來 過年缺席 出事就來少了 就一直不斷的 煮掉我去台北 我們就講要來做這個事 自己要來做的 也沒有人強迫我們 沒有人跟你說 你決定要來做 你沒有來做也沒關係 快點啦 那個是你自願 還要來的 出來可以運動 還可以做好事 我還可以 身體那麼健康 在這裡掃頭殼 讓人看得很開心 我自己也要運動 你這裡帶我照顧香菇嗎 對啊 可以 好 好 師姐 很忙喔 請美好 好 師姐 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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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來 發五十歲很清晰 很清晰的環境 我很幸運 很幸運 今天要培訓 要繼續加油 每天都在這裡掃頭殼 除了之前他有跌倒 受傷有休息一段時間 要不然他每天無間斷 不管風多大 雨多大 他都是來掃環保站 馬路也都有掃 早八十歲 我知道他的印象是八十歲 很有工程 很簡單 你看他整天笑一笑 因為時時都保持他 在台隆六關的心情 人家後的日子過得逍遙出 這幾年來 掃頭殼的水管 也讓他對其中 拿回到很多人性的道理 我為什麼會喜歡每天都來掃 掃的時候就是想 就是我們不會亂想 來這裡做就定下來心 就有這個耐心 不會亂發脾氣 就我們就有這個定心 有這個耐心 掃了這麼多年 我體會很多 看到這個樹葉子一直掉 我就是掃這個 好像我們一個人的 心理上有這個雜念在裡面 就是要想開 給它掃乾淨 還有我們就在掃 我就是把我的心理上管腦 給它掃沒有 掃地 掃地 掃心地 就是掃我們的心地 打念什麼東西 都給它掃 掃丟掉 不掃心地 空掃地 就是擺掃 我從小時候就沒有掃 學校問是什麼 什麼樣我也沒有 現在在這裡上這個雞子儀 還是懂得很多 就是有這個體會 我現在來看的時候 不是樹葉子很多嗎 我現在掃好了 我等一下到八、九點 我就掃好了 我心裡就很愉快 這樣我也能夠掃這麼乾淨 它總是還會掉 這個天然的東西 你要讀到它不掉 也不行 你看那麼多 它還會掉 這個就不要去給它想 我們雜念 就是我們自己控制 雜念還會生 你講 我的小孩子現在都在台北 我沒有在他們身邊 他們過得也很好 我過得也很好 不要它煩惱 就一樣的東西 這個樹葉子 我掃好了它還是掉 我煩惱也沒有用 煩惱我們就要去做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不煩惱了嗎 這個是師父給我們講的道理 他給我們講的經 花花經就是活頭 它要把心裡的話告訴大家 說我們修行 不是說只有修自己好就好 還要怎麼樣 別人也要更好 有一個六成就 第一個是什麼成就 第一個 現在忘記了 成就 剛講了可以想到 之前我教你 又沒有唸 六成就 第一個是什麼 性 性 性成就 性成就 第二個什麼成就 第二 文成就 文我聽啊 到了在寬佛站 掃頭腳以外 林阿侯也認真有特徑 因為小孩的時候 沒有特徵不安置 是最大遺憾 第六 第五 主成就 第六 眾成就 就是為了講要認識幾個字啊 馬蔡慧心要去讀書 要去看 要看看這個經書啊 是什麼樣人家講得這麼好 我們就要給他試試看 是不是講了他的話 梵婆菩薩不是只有做梵婆娘 如果了解佛法 有佛法 我們會把我們的心打開 對 心情會開朗 對 不去跟人家計較 我心要打開 為什麼梵婆菩薩 有一句話就說 做梵婆 身體健康不用梵樂 所以就是說 我們梵婆菩薩來讀書 在書正中 書名就會正中 他們就會蓋在煩惱 然後心情都很開朗 心情如果開朗 身體就健康 對 這樣啊 真的有讀書啊 就是真的啊 真的讀書 他這樣子很好笑喔 這是寒假作業 他很用功喔 沒有臨時抱我腳喔 他自己磨磨啊 寫得真的有夠棒耶 很專心 自己攻